1月10日第69届柏林电影节官方消息 王小帅指导的影片《第九天长》入围主竞赛单元 影片由王景春、永梅、奇希、王源、杜江、爱丽亚、徐成、李晶晶、赵燕国章等主演 讲述了两个家庭因为一次意外而生缝隙 甚至其中一家由北方远走遥远的南方 相隔30年后再度聚首 本届柏林电影节将于2月7日开幕 最高奖项是金雄奖 其目的在于加强世界各国电影工作者的交流 促进电影艺术水平的提高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